如果發現說我們意外的就產生了一些有趣的一種 彼此的衝擊 我相信這邊在座很多的朋友 你今天來可能想要聽故事 可是其實你心裡面已經開始有些東西產生 我覺得那個會很好 你要回去慢慢的感受一下你的心 那我們如果有一些朋友覺得說看書實在很吃力 我也有考慮過這一點 你的小朋友說看書很累 不要緊 我們有一本書我們把它做成了一個紀錄片 其實我那時候期待的事情 我可能今年年底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我們新的電子書的技術出來了 這些都會植入我的電子頁面裡面 那時候你看得到的內容影片的部分 只要一點它就肯變成動畫了 就是我昨天參加文化部的一個數位出版的 我覺得那科技也來 平面也快出來了 政府一直投的錢 可能在明年也許我們看到的 這個就是真的是一個 就是最新的那個iPad mini可能長這個樣子嘛 那書以後就長這樣 然後這個影片 靜態的東西變成動態的 這個總共拍了九十分鐘 十集這樣 書裡面有十個片段用這種真實的呈現 那這個紀錄片非常好玩 這紀錄片是兩個人騎鞋利車還中國海 所以這整個片子的工作人員就這兩個人 前面就是導演兼攝影師 後面那個就是唯一的演員 然後這腳踏車上要帶我們半年在亞洲的行李 腳踏車上要帶我的電腦攝影機跟紀錄的所有的東西 那接下來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嘛 我知道你是來聽故事的 沒有關係 你現在可以實現心願了 因為我們要開始來說故事這樣 那我們來說說這個 因為呢 以他寫了十五年的寫作經驗 一本書一個韓國寫三年 我告訴各位 最痛苦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我 因為我是跟著他一起經歷這個 我跟他說以你的功力 你就把旅途中遇到那些事情很精彩的事情 那都太精彩了 連韓國人都認為他們都不會遇到的人失誤這樣 竟然會跟我們遇到的就是我們的這個使命 你一定要把它寫出來的 你一定要把它寫出來讓大家明白的 這是我們真實經歷到的 我們在韓國看到的東西 這個小姐寫到多誇張 我說跟他說不能這樣 他就說他想要寫得比亞洲慢慢來更好這樣 好好好 我就雙魚座 我就說好我相信你 我就祝福他 我還一直寫這樣 太誇張了這樣 寫到後來你知道有一天 我們在辦公室是因為他董事長 他自己在裡面有一個私人的房間 我的辦公室在外面 有一天我就在寫內 我就在外面喝茶 那奇怪 我聽到那種奇怪的聲音 從他書房茶 好像有人在哽咽在哭泣 我想什麼事情這樣 我記得喔 平常就看到他電腦 然後旁邊有一隻貓貓對不對 兩隻貓這樣 那些人在電腦前面透過 哭到叫做 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 他們太可憐了 他說誰 誰太可憐 你們家人發生什麼事 我們韓國人太可憐 我說韓國人 我們韓國朋友發生什麼事嗎 我以為他接到什麼E-mail 他就沒有 我後來終於搞清楚了 他哭到這樣子 他就是內部陳生 因為他正在寫韓戰 有那段歷史這樣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韓戰 可能今天台灣就不是這樣 那韓戰牽涉的事情很多 台海兩岸的問題跟北韓 南韓那個更慘烈 南北韓到現在更慘烈 他就整個投入到那種韓戰 哭到臉裡 然後臉裡就說 我那天就嚇到了 我就說有一天韓國人會謝錢這樣 你這麼用心的把這整個近代的 我都 不是你不會有人去了解 這整個近代的韓國歷史 大家聽到韓國 我不喜歡韓國這樣 為什麼呢 你真正了解韓國人嗎 你有韓國朋友嗎 你去過韓國人家裡 你去跟他講他 你聽過他講了什麼嗎 為什麼 大家對 我就說那個東西就是你的使命 可是你要知道 就算你寫完 你也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可是有一些人 至少你可以影響你的讀者 他們重新用另外一種表度 來看看韓國的 我覺得我們這本書 發現已經應該這個 應該這個心意有達成了 因為天下文化請了一些 推薦的人 那些人說我不認識 有一個是齊哥的董事長 叫陶正傳 他也很喜歡旅行 陶正 陶正 對不對 我們不認識他 但他看這本書看完寫了一個推薦 他說他本來也 不喜歡韓國這個這個那個那個 可是 他很比起比起 他覺得歐比那是這個那個這個那個 他覺得寫多一點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有一點點時間 做一點點小小預告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 然後如果韓國那本書 你會想要知道有一個人 你就不要講我們在韓國 我們花了時間 總共去了兩次韓國 基本上也不知道怎麼講這本書 所以他們幫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 靜蠟背後的這個意外風景 我們在韓國很蠟 這個旅行很特別 是我做了一個實驗 在2001年我隱約感覺到亞洲即將有股風暴 特別是兩岸的關係 絕對會劇烈的改變 我的預言成真的 08年回來 小三通 我現在已經大三通 現在我的韓國大陸朋友 北京上海 廈門都來過自由行 當時在08年我遇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說不可能 沒那麼快 那這一段旅程呢 如果你們看的話 我們是從台灣基隆搭船 到了歐比塔瓦 然後到了九州 又搭船到九州 所以第一段呢 寫故事寫在亞洲漫漫來第一本書 你會明白沖繩跟台灣之間 台灣跟九州 這中間在古代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的所謂的淺唐時 策風時 從所謂的天津一路 到這裡這個路線 這古代 如果我們不要以國家來分這個區域的人 共同擁有一個中國海 這叫中國海 我們應該是一家人吧 然後呢 第二段就是從浦山 短短的一段旅程 然後後來我們到了天津 然後我們從天津下來 這段 所有的整個旅程裡面 我們沒有用到飛機 全部就是用船 還有協力車的啊 那為什麼選協力車 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看完單車環球夢 你就明白了 在旅行結束的時候 我有答應Pinky 絕對不勉強他在騎腳踏車 所以當我還想要再用腳踏車這個工具 來認識亞洲 我就發明了協力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在那之前 因為後面有一個大哥也知道 那時候我們接待了一個 對日本朋友騎腳踏車 協力車環遊世界的對夫妻 那因為他們的關係我得到了期望 欸協力車來亞洲不錯 因為如果我們兩個女生騎兩台腳踏車 去到別的國家 人家馬上就知道 哇很特別 兩個人都騎腳踏車 在亞洲翻不出來 日本人韓國人不細看 翻不出來 可是協力車就有話題到 所以我們選擇是協力車 就傳進 那我們在日本比較好玩 是因為日本很多文字 是跟我們一樣 鐵漢市長 再加上我在日本租過一年 日本這個國家有去過十幾二十趟 所以我對日本人非常了解 因為日本文化也沒有陌生 我們兩個在日本可以如魚得水 可是去了韓國 我們從來沒去過韓國 在這之前我們旅行了 過了全世界很多國家 可是沒有去過我們的鄰居家 韓國沒去過 然後一去了韓國更可怕了 不只韓文不會講 哇連點菜不知道點什麼了欸 全部我都覺得好像是貢丸叉子 然後這些包包真的 欸這是一個菜單 請問這是賣什麼的店啊 你還真的從外面看不出來 點菜不知道怎麼點這樣 韓國人看不到這樣 然後呢 剛開始從日本離開 日本人喔 牙沙西啊 日本人很會把 嘖嘖嘖 看起來 哇 是這樣子 像很輕聲細語這樣 很黎茫 哇韓國人 哇 是在吵架嗎 哇 韓國人好像 朝鮮族這樣 跟不太一樣欸 有點強暗你知道 然後呢 我這個人是去到別人家 都當自己家 很親切跟所有人打招 韓國人都不理我 哇 是不是想說奇怪 我要糟糕了這個國家 好像跟其他人 不太一樣 只會講 阿尼哈西尤 然後阿尼哈西尤 就沒有人看你這樣 奇怪 然後以前別人國家 嘶 Good morning 就會人 啊 可是這個國家 怎麼剛開始跟他們打招 也沒有人要理我們 那我就跟妮妮說 那沒關係 但是韓國只是我們環中國還一小 但我們就 我們就 慢慢走這樣 我們剛開始到了韓國 第一個 到了那個釜山的國館的時候 欸 雖然語言不通 韓語言不通 可是進去一直都有 就很多東西通了 欸 這是什麼啊 所以他們以前跟我們一樣 用黃氏寶 哇 然後裡面載的 欸這不是 倫語小學大學 這是兵器最熟悉的 哇 原來韓國文化是這樣啊 我以前跟中國的關係 還有牛政皇帝的教旨 然後開始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雖然沒有辦法跟周圍的韓國人溝通 可是這些東西先跟我們溝通了 先跟我們溝通了 而且我們比在場所有韓國人都還厲害 他們全部看不懂 我們全部看得懂 韓國人以前是寫繁體中文 所以我們都看得懂 現在的韓國人看不懂 老一輩的有些韓國人看得懂一點點這樣 可是這所有的東西我們沒有跟我們說 啊好玩樂這樣 開始覺得好玩了 然後呢 瓷器是說 我們最喜歡 Pinky最喜歡的就是收集瓷器這樣 喜歡泡茶這樣 就開始看瓷器這樣 欸 就覺得說 欸這都跟中國有關啊 然後就開始研究瓷器 然後就發現了 又很好玩的東西這樣 原來 原來那個 這個東西跟我們在九州 日本九州看到的東西很像 然後呢 九州的那個瓷器啊 在以前所有的瓷器叫Chana 對不對 我的祖先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 來到台灣建立的貿易就是 為了要把Chana送去歐洲 因為當時歐洲人做不出瓷器 做不出Chana這樣 可是這 當中國陷入那個戰爭的時候 東西不出口的時候 他們要開始買那個 唯一有Chana就是從日本這個 伊萬里這樣 結果日本這個瓷器就這樣傳到了歐洲 可是日本這個瓷器是誰去叫他們做的 是韓國人的 那韓國人瓷器誰叫他們做的 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共同的文化 亞洲都拿筷子都用瓷器淘氣 這些東西就是共同的文化 這是我們在九州的那個博物館的時候看到 那時候他們在外銷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把這樣子西方人喜歡 所以我們到歐洲的博物館 美術館皇家裡面看到很多早期 他們貴族才可以用到這些瓷器 有很多是中國或是日本那個時期出去 所以這是在九州的博物館 然後很好玩的 我們在九州發現了孔廟 他們把紅子當神一樣在祭拜的 沖繩就有一個最早的孔廟 然後琉球這個是 就是在九州 這個是日本最古老的孔廟 然後我們進去裡面就是跟我們 就是說他們這次當作把孔子當作一個神在祭拜 這個孔廟旁邊的時候 我們就找到一個 我們後來到韓國的時候就把他的連結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就是 最早日本開始有陶器 那個叫李昇平這個陶祖 這個陶祖叫李昇平 這李昇平是誰 他是一個韓國的戰俘 封城秀吉去打韓國的時候啊 最後要戰敗的時候在搶人搶什麼 因為他們想要陶器 所以他們搶陶工 這個就是被韓國 被日本人服務的韓國人 叫李昇平 然後這場戰爭也到這個陶石器的戰爭 因為他去 因為封城秀吉把他搶回去之後 他就在有田 九州有田附近 最早日本的才就是 開始燒出陶 我們用很多有田燒 就是這位李先生 因為被服務 他就開始說 那個陶土可以做 他就開始教日本人 然後日本人燒出了第一批的陶器 就他們建了一個第一批的瓷器 然後影片到整個 你看瓷器在日本的文化裡面 現在的所有的金式的瓷器 其實那個是從韓國這邊過去的 可能這個在我們沒有去之前 我們並不曉得 那他在講的是這段歷史 那有關這個瓷器的故事啊 聽題的文字會更精彩的呈現 那我相信大家最關心吃對不對 我們剛剛在韓國最害怕的是什麼 全部東西都紅色的這樣 我從小就口味很清淡這樣 那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小菜送的 主菜還沒有來 我們還我們只有點了一鍋 那個就是我們看隔壁人 點了一鍋海鮮火鍋 覺得好像不錯 我們也不會講的時候 我們就直著那個 因為韓文我們就用英文跟他講 他那裡聽不懂他知道的意思這樣 可是我他就送來這個說 我們沒有點這個 他就一直送一直送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什麼美食 所以不用錢 不用錢的就吃肉 不用錢的就吃肉 這是主菜 我們點了一鍋主菜 這是送的 所以後來我們在韓國吃飯 就明白了 每次我們只要點一點東西 就會送一大堆東西 然後這是我比較吃的習慣 跟我們一樣講 烏煉吃sushi 就像菜吉亞 只是寫的是這種韓文 然後呢 後來我們 因為我們兩個就很像 兩個與外界隔絕 因為韓國人也不理我們 然後我們也不會講韓文 韓文也看不懂 我們就繼續往前騎 這樣 到了這個慶州 就是以前的 有點像我們的西安 或日本的京都 就當他們的古都的時候 我們發現 欸 太好玩了 所有寫的都是漢字中文 好寫的 然後這個慶州是 非常值得 如果你們家有機會到韓國 這次站可以好好玩 那這些古經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介紹 所以我不講 我講的是 到了那個 那天這個騎腳車 騎協力車 騎前面的人是蠻累的 可是因為沒有辦法 跟外界溝通的時候 兩個人也很累 所以Pinky在休息 我就出去逛古籍 那邊全部是墳墓這樣 就跟西安一樣都古墳 然後我就在那個墳墓堆裡面走 然後就走到一個古墳 突然之間聽到古琴的聲音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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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哇 這是什麼地方 哇 我就走進去 我看到一個人叫五味草堂 寫著搖石宮 他有漢字組搖石宮 哇 這是一個三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呢 這以前是一個 就是西羅時期一個 一個武獵王長女她的寢宮 我想這什麼地方 哇 裡面那種 這怎麼好像跟我們那個 五味草堂放大反面 我們台中很喜歡那個五味草堂 那整個感覺很棒 我都進去偷看 哇 就發現這是一家韓國料 韓定食全韓國就是吃 你要吃韓國料理最棒的一家餐 因為那英文有英文解說 錯看得懂的啊 那我就跟佩儀說 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韓國會發生什麼事 無論如何我們去好好的慰勞我們自己吧 我的意思是說 反正以後都吃路邊攤就好 可是這種最高級的 你一定要體驗過 你才會了解到底他們最高級的飲食 真正的韓定是什麼 那我就發現說午餐跟晚餐價錢不一樣 午餐會稍微便宜一點 晚餐很貴 那我想午餐跟晚餐都可以體驗 我們就先吃 我們就吃午餐好 隔天我就安排定了位 我帶拼皮去 哇 那建築裡面 你就會看到這種元素 是不是跟我們唐朝的那種元素是一樣的 跟日本很多的建築都仿唐朝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哇 還有味道 哇 那宮女這樣 我們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面吃飯 這樣 那個上海不得了 兩個人的套餐 中共四五十多 四五十行 哇 這個還沒 這個是第一輪 第一輪這樣 哇哇哇哇 這樣哇哇哇 然後可是一半以上 全部是有顏色都是泡菜 可是各樣的泡菜 然後這個小姐 會講中文為什麼 因為朝鮮族 東北很多朝鮮族 東北很多朝鮮族 現在都去韓國打工 所以這是我們東北的朝鮮族 所以他在這邊工作這樣 那是姓 那是姓吳還是姓李 那這裡 吳小姐吧 他就跟我們介紹每一道菜的 然後最特別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泡菜 我們平常你們吃到的泡菜都是小姐泡菜 我們吃的是阿嬤泡菜 那個泡菜整個泡了兩年 這是那種兩年的泡菜 我才知道全面韓國有兩百多種泡菜 每一樣吃到裡面你的臉都會爆炸的那種 然後那種兩年 就像起司 有年輕的起司跟老的起司 這個兩年多的泡菜 這是某一部分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韓定石 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各式各樣的 然後這個就是那兩年的泡菜 入口 你有沒有吃過那種很老的起司 那種一打開就抽到可以把全街的人都湊死 可是這個韓國的那個入味跟那個很像 其實不辣 可是吃下去那種融化的那種辣感 蠻特殊的 但後來在韓國不瞞各位說 上廁所都是紅色的 因為每天都很可怕這樣 每天都很可怕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吃 OK 再繼續往北邊騎的時候 忽然之間看到路邊怎麼寫著 Confucius School 我就跟Pinky說Confucius 這不是孔子 School 孔子的學校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都沒有一個Confucius School這樣 然後因為他寫韓文 他只有英文寫 Yoksan Confucius School這樣 然後這個怎麼會有孔子學 我們進去看看 欸進去一看 就有中文就明白了 玉山書院 欸怎麼會有什麼書院啊 然後喔喔喔 欸因為上面的解說全部繁體中文 所以不用人家解說 你們看不懂啊 然後呢這個時候啊 我們兩個終於遇到了第一個韓國朋友 因為我們兩個協力是很怪的 兩個人 我們看完 因為他有一些地方已經關了 我們就準備要走了 就有一個輸著飛機頭 很整齊的一個那種 看起來蠻正派的一個大哥 走過來 後來就跟我們說hello 喔 我覺得好高興 這個韓國人跟我們打仗 hello 然後他就說I can speak English 哇 It's great 結果我們發現他只會講這一句 他只會講這一句 I can speak English 就沒有了 因為我終於覺得說 有一個會講English 好高興喔 結果我發現 從頭到尾 後來明白了 邱大哥只會講這一句 I can speak English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呢 可是他很熱忱 這樣 我看得出來他想要跟我們交流 因為他馬上就把名片遞出來 我就看到他是在慶州市政府總務課 一個政府在總務課工作 名字可好玩 他妹妹叫邱華 那個人的名字是邱天的邱 大小的大 然後華旁邊一個火 所以是葉對不對 可是聽起來邱大華 我就跟他說 這個邱大華是你妹的朋友嗎 他叫邱大葉先生 這個邱大葉先生就長這個 邱大葉長 我起先看到名字 邱華 這你妹的朋友 邱大葉先生就很熱忱的 一直跟我說 喔 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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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Cian 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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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 意思說 這三個是古都 他有去跑馬拉松什麼交流 類似他講的這樣 喔喔喔喔 然後我就跟他說 We are teachers and writers 然後就跟他講 說我們就剛好 有名片就跟他解釋一下 我們在做一個環中國海旅行 然後他就很高興 你們想看嘛 他意思說你們想看裡面嗎 因為他的朋友就是管這個古蹟的 他就叫他拿著鑰匙 帶我們進去開給我們看 喔喔 太好了 遇到一個可以把裡面全部開給 我們就開始看 喔 這裡面 他就 他也想辦法 他沒有辦法跟我們講什麼 但他就靜靜的帶我們去看 然後看到我那個繁體中文 他知道我們看了 然後就 然後我們就開始 然後我們就開始 發現我很認真的 我不只照相 還錄音 還在錄影 然後就很自然而然 就在那裡 就跟拼提在那裡 幫他導覽解說 然後他很投緣 一一的開啟他們的古蹟給我們看 然後看完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Pinky一直在做筆記 然後我一直很認真在那裡攝影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來看他們的古蹟 看他這麼熱情 你是不是會 更 就算聽不懂 你也想要一個表演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就那種想要再帶我們看更好 他就跟我說 再往上面一點 有一個更棒的地方 然後他就帶我們走上去 就一個溪流 他就帶我們去看這個 這個地方是 有叫溪亭 我們這樣也可以 這個好玩 這全部寫的是繁體中文的匾額 這個地方有歷史 這個地方有劍這個 然後呢 我們就看得很高興這樣 因為他們都看不懂 然後看 我們拼提就開始在那裡 哇 這個是什麼什麼 然後呢 這個邱大華先生發現拼提一直 拼提一直在做筆記 然後拼提有嘗試用中文 他的年紀還看得懂一點中文 他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很對我們韓國的文化 想要了解 他說那 他意思說他開車 他意思在在我 好像 意思說他想再帶我們一個地方 那我就說 可是我們的 小拉車 我們從頭到尾的溝通 就是說 我看著他看著我 可是其實我們是可以溝通的 很好啊 我們是可以溝通 我就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他帶我去一個地方 先把他寄著這樣 他就把我們的東西寄給那個館 那個古蹟 那那個李 這個古蹟的主人的後代 就一直住在旁邊 因為他們不會 他們家產不會散掉 韓國人就是說 長孫繼承 所以那個 李彥迪的學者的後代 李家的人 就一直住在旁邊 一直傳了十幾代 所以這個是李家人的後代 金大姐 在韓國不是姓李 就是姓金 金大姐跟我們也是語言不同 一個功 這樣也很好 一個功韓語 一個功國語 金大姐就帶我們去看這是什麼 泡菜 韓國的家庭主婦家裡面 一定要各式各樣的泡菜 喔 你這給我辣醬 幾年幾年 都可能不同年代 喔 味道都噴通給我們 後來隔天這個 每個韓國人家都會有一堆這個 因為每一個韓國人有一些季節 全部人都要做一堆泡菜的 然後隔天早上還請我們吃早餐 好吃喔 他們自己家裡做的泡菜跟那個味噌 他們叫大醬湯 非常好吃 然後我要講的是 邱大葉先生的故產沒結束 他一被我們激發熱情 想說我是還慶州政府官員 我們有那種國際級的做 他意思是說我們環遊世界 然後他就這樣帶我們去看一個地方 他就帶我們開車去附近的月成良 他已經黃昏了 你看這有寫韓文 看不懂 英文看得懂 漢字還有日文 這日文 日文我們也看得懂 這兩人看得懂 他就一一導演 就知道這是一個古代的辱教村 八百多年了 全部的人都同一個家族 一直住在那裡 這個好玩的 然後看完之後 因為那時候這個古蹟在整修 這個參觀的比較徹底 是我們第二次在到韓國 那個時候那個晚上到就有點緊張了 我一直想跟邱大葉先生說 意思是說 等一下我們一起吃個飯 但是我們就要找Hotel 睡覺的意思 他就好吃飯 那我就 我出回鄉就翻 看搖石工 通常搖石工 那天是去搖石工 這樣 他意思是說 這沒什麼這樣 我想說你去看我看你 那種韓定食每一道都很好吃 然後吃飯的過程中呢 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我們充滿了好奇 雖然我們溝通有些就是寫一些 和嘗試著彼此溝通 大部分都是心靈溝通這樣 然後最後 最後想這樣子再搞下去 已經八點多晚上 睡覺問題要解決 我必須讓他明白 我們不能住很貴的旅館 如果幫我們找旅館 找那個比較合理的 我一直說那個Hotel 他們叫Hotel 他們叫Hotel Hotel 什麼意思的 所以不明白 我才發現這個不得了 日本人齁 台灣人有台灣人表達熱情 台灣人是全世界最熱情 台灣人的熱情都表露無禮這樣 很多外國人在台灣都被台灣人打敗 熱情到瘋狂 那日本人也很熱情 但是日本人熱情是很含蓄的 很含蓄這樣 齁 從秋大葉先生 我才知道韓國人怎麼表達熱情 他表面上都也沒什麼特別表情 那個酷偉大哥這樣 可是我覺得是個好人 原來他全盤計畫 全盤計畫 包括鋼鑑峻 月城良東跟這個吃飯 他都有全盤計畫 他早就安排好了這樣 當韓國人把你當朋友 他們其實就跟德國人一樣默默的這樣 在計畫所有事情 他就把我們認為是兩個運動員這樣 所有的東西都怕那個骨子 什麼都沒有這樣 我們兩個一口人 背著我們的隨身行李這樣 他就把我們帶到一個驅棍球場 把我們交給教練 就兩個運動員住在你們宿舍這樣 就被帶去一個驅棍球場 遇到也是兩個聽不懂 也聽不懂 然後就只好把日本人對我們的報導 再跟他說明一次 因為他想說怎麼忽然帶兩個 不知道什麼啦 就來投訴我們驅棍球球員的宿舍這樣 然後這個又是金先生 跟他聊一聊 我後來才明白 喔我明白了這樣 他一直認為說應該連住宿 他既然要我們去玩這些住宿 就應該他才想辦法 所以他把我們交給金教練 這個邱大葉先生 因為是他的長官 他是管他的 高合一 然後我就開 我想說為了跟他們勾斗 我會開網站 晚上上演員過去的歷史 過去做過的事 喔喔喔喔喔 壞 這個太太 他的太太就明白了 太太女生就交給太太 太太就帶我們去那個房間 那我跟太太意思是說 我們的所有行李都寄在古蹟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會來這裡 我們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我們很喜歡你們 因為就是 那個芬蘭人齁 在北歐 芬蘭人最喜歡洗三溫暖 芬蘭人酷酷的 可是你只要脫光光 跟他一起洗三溫暖的時候 就把你當自己的 後來發現韓國人 這一點跟芬蘭人一樣 韓國人喜歡洗金絕霸 就是韓式三溫暖 然後呢我就跟他強調說 我們在浮山去洗一個金絕霸 好不在我們兩個也喜歡溫泉這樣 那個 金大姐一起親 一親到金絕霸 她就跟喔 你冷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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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溝通只能透過很 簡短我們會的幾句名詞 她明白她就開車 她就意思說 我們去 我就了解說 她要這樣 金絕霸 OKOK 那我們去了金絕霸 她也知道我們什麼都沒有 那個金大姐 夠意思買了兩條內褲送我們 她還幫我們那個 發現他們三溫暖都有在賣那種內褲 快要買 她知道我們什麼都沒在 就這個金大姐這樣 帶我們去洗金絕霸 而且喔 很好玩喔 日本人要是帶你去洗溫泉 他們也就 很有禮貌的 她不是欸 她為了表達她熱情 我們一去之後 她就拿冷水潑我們這樣 很好玩欸 就是說 雖然我們跟金大姐是無法語言溝通 可是我們也可以從她肢體語言感覺到 她想要招待我們 還幫我們準備 我們洗完澡出來發現 她還給我一包東西 我們打開就笑出來 一支紅色的內褲跟一個粉紅色 我們自己買 絕不會買那種顏色 他們很熱情的 就是我們第一次 終於覺得破冰了 了解韓國人了 他們也很熱情 只是在表達方式 不一樣 不一樣 隔天走的時候 好像就送我們到那個金 這個是金大姐 所以我們去金二姐家吃完 找他們上路 我們就開始比較放心了 走走走繼續走 走到安東 安東也是他們的韓國之心 韓國所有的文化就在安東 這就更好玩 我騎在高速公路上 這是一個高速公路這樣 我騎一騎只好有一台轎車 忽然就停下來 就這個拳大哥 他就下來說 I'm Cyclist 他就是說 我說喔 你也喜歡騎 Cyclist 我說喔OK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介紹 因為昨天那個金大姐那邊 我已經學到了一點簡單的東西 我就跟他看 我們是騎腳踏車 我們是台灣 台灣 從台灣 喔台灣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那個我們 我就說我們要去安東 他說那你們安東 他說你們要住哪裡 我就說阿 安東住命保 命保 民宿長 然後他就說 安東 我好 然後他就說 My wife speak English My wife speak English 然後他就說 One more 要說演義 My wife English teacher 太好了 你的wife是English teacher 那也願意跟我們溝通 你又喜歡騎腳好車 我就說OKOK 那我們可不可以到安東的時候 你們幫我找那個你們家附近的 我說你們家附近有沒有命保 我們住你們家附近的民宿 可以跟你太太認識 然後他就很興奮的 就說就把他的名片給我 然後告訴我怎麼騎去他家這樣 然後我就很 哇真的好熱情 終於有遇到一個正常的韓國人在路上 他主動因為喜歡騎腳好車 停下來跟我們聊天這樣 雖然溝通也很有限這樣 後來沒多久之後更誇張 這個大哥回去之後消失了一段時間 大概半個多小時之後他又出現 你變這樣 變這樣 變這樣 他說我整天來帶你們來比較快 而且後來表示他沒有說謊 他真的是一個psychologist 他是單車 他就跟我說他們有一個社團 他是社長騎腳踏車的 喔是topic 這種風 這台中公司這種的 我說腳踏車很多東西都topic 這種台中的 然後呢他就很高興這樣 很熱情這樣 所以我在想說人跟人的緣分是這樣 是彼此決定的 當下他也可以走掉 當下他很熱情 他還帶我們這樣 他就想要跟我們認識這樣 因為他認為說兩個女生騎重 這不是一般人 他就有一個直覺 我們一定有故事 他想要認識我們 後來我們就去他們公 他的公司 我發現他是一個建設公司的老闆 他太太不是English teacher 他太太是大學的英文教授 然後就是他太太 他太太是當地的市議員 有點像我們的張溫英 年輕的樣子這樣 所以他太太本身是大學教授 又是市議員 然後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他們說他們上個月 剛代表安東騎腳踏車 騎到索爾去 好像為一個東西做物款 所以他們就很熱衷這種單車運動這樣 然後呢 那聊得很高興 我就開始又跟他們 只好又來解釋一下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這是日本都有報道 他們一看到日本有報道 他們就說我明白了這樣 他們隔一天就安排記者來採訪 就說這就對我們有幫助 因為記者採訪就有韓文的報道 我們就可以拿給韓國人看這樣 他的意思是說 Tomorrow journalist 他明天叫記者來 我說喔 記者如果我們有韓文 這樣也可以給韓國人 可能比較知道我們到底幹嘛 好那OK這樣 然後隔天就安排記者 那一天晚上 後來我們就一直問他說 令法在哪裡 民宿呢 那他就一直在跟他太講 後來就發現他把他家變成民宿這樣 他直接把我們帶他們家去住 把他們家變成民宿這樣 那我們就住到韓國人家 好特別這樣 我們被撿到韓國 他是第一個 帶我們到他們家住在韓國人 然後隔天那個記者來採訪 他太太因為是那個 單車那個婦女運動的領袖這樣 所以隔一天就是這樣照相 然後我就說你們要不要試騎這樣 結果我們發現說韓國人很好玩喔 剛開始先生在前面騎啊 好像我就說你應該讓你太太騎在前面這樣 好你讓你太太騎這樣 我說驚得不得了勒 我沒有放到那個 他在後面他太太在前面騎 哇驚到這樣子 那韓國人那種大男主義 看到他們騎腳踏車 都可以感受到那種互動 然後這個是後來 我們在他們家就玩了 玩了兩天 因為感謝全先生 我們其實韓國最重要的一個 人跟人相遇的 我覺得我們為了那個人而去韓國了 我真的覺得後來我明白了 我們是為了遇到那個人才去韓國 就是因為全大哥的關係 那這次我送給他 我們後來就寫了 我們把我們身上的牌子 給他做紀念 那因為他有問我們在安東最想看什麼 我就說我們最想看的就是陶山書院 因為當我們看到御山書院之後 就知道韓國最重要的叫陶山書院 陶山書院就是 朝鮮時代的時候 有一個叫李晃的一個學者 他是號退西馬 那他這個是他的第一個 就是說這是他韓國的鈔票上 一千塊鈔票上就是這一個陶山書院 這是陶山書院在落中 這是我們看到全世界保存的最好的書院 不是在台灣也不是在日本也不是在中國大陸 大家當沒有看到孔子的學院 就是Confuse School 就是古代那個書院保存最好的 是在韓國的 所以這個是世界文化移植 那這個是一個西庭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以前考試的近視庭 然後這陶山書院 那我們的陶山書院的傳奇就是說 因為是那個全大哥大夫去的 他有事先幫我們聯絡了一個中文翻譯的 所以我們終於遇到一個可以溝通的是這個北大哥 他是老師退休 他為了學中文他就上網學中文 所以他的中文是上網跟筆友交流學著中文 他終於有人可以練習的 哇好熱情的 用中文剛導覽解說 雖然他中文有點怪怪的 可是我們大概也聽得懂 哇很講熱情 然後我們這個小姐Pinky小姐是中文系的 從小幼稚園就躲躲躲宇宇三字記 做母學的東西他最清楚的 講到後來誰在教誰 講到後來Pinky變老師 北先生變學生 我們心開始很訝異地看著這個Pinky小姐 哇哇 他就一直Pinky開始 對他講了一個什麼Pinky就告訴他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子 然後北先生就說 我只會背那些解說 這個可以真正做導覽這樣 然後這個是看 你在義勒書宅 然後這等一下有影片給他 可是這個地方就是那個 退休先生的博物館 那我們看到那個退休先生寫的書 全部就是我們的繁體中文 你看一下 這個是他退休先生 這讓Pinky來講吧 這邊讓Pinky來說明一下 因為這是他的專業 這是儒學 有講針打一下 這是湊什麼 射箭 欸講對了 為什麼 射 射一號 對對對 是什麼 箭筒 射 箭筒 欸很接近 飛在身上 裝箭的那邊 飛在身上 啊箭拔 這個其實是給小朋友玩的遊戲 好就以前呢 那個我們那個 春秋戰鼓時代的那時候 那時候的小朋友最喜歡玩的 就是說 這個叫頭骨 就是他訓練練術 不是有轉助力嗎 很重要 這訓練轉助力 就是就有點像是 我們現在那個夜市 你要一段時間 就把頭進去那個東西一樣 他就是這個頭骨 那你要隔一段距離 然後那個箭把他丟 丟到裡面去 這個是 飛機型人最喜歡玩的玩具 他小時候最喜歡玩的玩具 那他後來變成偉人了以後 他就把他小時候最喜歡玩玩具 就是印在鈔票上 所以你看左邊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這個偉人從小最喜歡玩古代的遊戲 就是 後來讀書非常專注這樣 那這個周魯之鄉 這個跟台灣有很深的關係 為什麼你可以看 左邊最左邊的有沒有看到 孔德成 就是說 孔子的那個後代 其實是在台灣孔德成 那我們知道孔德成先生 他離開屈腹以後 一輩子都沒有再回去故鄉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就是因為大陸文化大革命 之後是批孔批林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打擊 即使後來大陸邀請他回去 他就不回去 可是他為什麼來這裡寫周魯之鄉呢 他要大撰寫的 因為他認為說 周魯 周就是孟子的故鄉 周國 孟子是周國人 魯 魯國人 就是孔子是魯國人 魯國人 所以他說 韓國在保存儒價方面 保存得非常好 像剛才那個佩儀先生 人家說他是海東諸子 也就是他繼承了諸系的學說 然後再結合他們韓國本國的政治 把它發揚光大 所以他叫海東諸子 一直到現在 韓國在儒學方面 就是從小學過儒學的 或者說儒價信主 到現在還是有幾千萬人 所以他們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孔子 那個孔 孔德以前來到這個地方 他覺得非常的感動 他覺得好像回家一樣 所以他說這也是周魯之鄉 好像他回到他的故鄉一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稱讚 稱讚韓國人對儒學的一個保存 那孔德成先生他自己本身是 台大的榮譽博士 然後他有四種字體 就是書法自己都寫得非常好 他用鑽字來表達 他對這個地方有個肯定 然後那個 因為Pinky的表現 感動了那個斐先生 斐先生就馬上問說 你們兩位小姐下午有什麼計畫嗎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想看的 他跟Pinky說 他的導覽工作 他的工作 他直到中午就結束了這樣 他還有車子這樣 他想要看什麼 他都可以帶下去看 他問Pinky說 你下午有沒有什麼特別想看的 Pinky就說 附近是不是還有一個儒學博物館這樣 他說他很想知道 我們有科博館 我們沒有儒學博物館 我們有科學博館 怎麼儒學博物館是在韓國的 當然孔子絕對不是韓國人 他是儒國人 但孔子的學說 真的是在韓國被保存的最好 這個我們走過這幾個亞洲國長 可以肯定這一點 儒學在韓國 其實在現代文化 仍然非常重視儒學 我說儒學博物館 他就想看 他就開車 儒學博物館已經關門了 他就跟人家講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作家 台灣作家 非常想要了解儒學 你們一定要讓他看出去 你就跟他進去看 然後呢 後來匪先帶我們做一個最棒的事情 是他告訴我們 推薪先生的後代 一直住在他們的中宅 也就是李旺先生的家 到現在一直他後代子孫在住 他說他的第十五代的中孫 他現在已經傳到第十九代 但是還活在世的十五代 已經快要一百歲這樣 是他們的百歲人類 他也是韓國儒學最重要的一個偉大的人物這樣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就問我 他就跟我至高用 他說他去找李先生 他要看看李東恩先生在不在 如果他在的話 他覺得他一定會很想 一定會很願意見我們這樣 我就說他不是一百歲不要去打擾人 我說一百歲 我就意思說他不要去打擾那個阿公 他就進去中宅的 就進去接洽的 我就看到一個 很像那個古代的仙翁 你知道嗎 我們在拜拜一生 我們都走出來 我們看到 跟他住下來真的蠻像的 第十五代 這第一代 這第十五代 看一下 有像 這是阿公 阿祖阿祖 這第十五代 是今年九十九歲 非常的健康 耳聰木耳 走出來之後 開始對話 怎麼對話 Pinky就透過斐先生 斐先生講韓文 他在講韓文 斐先生在翻一條文 可是後來發現 阿公後來注意看 這個斐先生好像沒有翻得很對 他就要直接跟他溝通 你就去拿筆角帶出來 他問他 他問成韓文 他全部寫字回答 全部寫中文字這樣 因為他九十九歲 他的時代 他們還是寫中文字的 發音有點像這樣 阿公開始歷史對話 斐先生要借助這個翻譯 然後開始問幾個 開始問這樣 阿公一直在思索 然後後來呢 後來Pinky呢 Pinky就看到那個 他們牆壁上的一首詩這樣 在寫每一雙六件書下來 因為我們整個沿途 我們兩個有點像流浪藝人 我們唯一可以送給韓國人的禮物 就用他的名字去寫中文詩這樣 七言結句這樣 那一天聊到後來 整個教堂的過程 Pinky問了很多儒學的問題之後 他就現場用李東安爺爺的名字 寫了一首詩這樣 送給他 阿公在看他 看了之後啊 他一看完那首詩你知道嗎 九十九歲阿公 眼睛發亮了看著Pinky這樣 啊 尚阿密達 他看懂他寫的那個詩句 他馬上跑進去 拿什麼 他拿文房四寶叫Pinky錄 他先拿他的日記 阿公寫的日記 九十九歲他剛剛有書法下日記 你用給顏日記有一看 然後他又把請Pinky把他人類的一首詩啊 拿出宴臺給Pinky欣賞 上面有 有他們那個 李旺豪九千寫的一個 你看這刻的都是一首一首詩喔 Pinky的解釋 他為什麼會寫出 拿出宴臺給我看 是因為他在電台上有一首詩叫 黃眷中間對聖賢 虛民一家座超然 梅窗又見春宵喜 然後莫向搖晴探捲學 那重點就是梅窗又見春宵喜 因為我在他們牆壁上看到這句 然後我後來就把這句寫成 我送給他的梅窗又見春宵喜 就把他變成說 李家梅窗見秋意 東方大魯展宏圖 恩哲千古捷有辦 若冬將判盛其獨 就是李東恩寫在梅劇的最前面這樣 那為什麼寫盛其獨 所以他們前面叫若冬將判 然後盛其獨是他們的 他們那個李旺的一個主要的學說 就是無不盡盛其獨 所以就把他寫在這裡面 為什麼寫捷有辦 是因為佩奇先生他最喜歡的就是 崇竹眉碎寒三有 就是把這個寫在詩裡面這樣 那個阿公看到這個之後 馬上進去拿了文房寺寶 就要叫Pinky寫這樣 這個平常不好好練書法 不過回來很認真練 今天班的書法長 然後呢 後來阿公啊 那個很高興這樣 等下我們撥畫面給大家看好了 那個是我 我可能是他們的子孫召喚 他們的祖先召喚了去 我在想可能是 我幫他錄那個紀錄片 應該是他生前最完整的 因為我們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他應該活到 10607歲沒問題 可是阿公 我們第二次去的時候 3月 4月去 他剛好1月過世了 所以他活到101歲 101歲往生 可是那個時候啊 那個裴大哥就跟我說 他是他們國內 他們韓國最有名的書法家 他意思說 你們可以跟他要墨寶這樣 我說不好意思啊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們跟他要墨寶 你們留著做紀念這樣 那裴大哥跟阿公說說看 他就跟阿公說 就講韓文這樣 後來阿公很高興啊 就說 他就去拿筆 莫子葉 然後他就寫 無不盡盛其獨 這是他們的家訓 他們離家最重要家訓 然後他蓋了一張這樣 還有阿公的墨寶 又有兩張 我就跟裴大哥說 脫離的福 後來我們走的時候 我輸了一張 一人各寶有一張 所以這個非常有趣的就是 我們跟那個阿公還談 我問他 你活了一百歲 那你覺得就是說 你最擔憂的是什麼 或是你對下一代年輕人 這段的一些對話 其實在我們的韓國之旅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遇到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他是不只是 韓國的國寶 他是人間國寶 在地球上 人類裡面都可以算是國寶 因為他到九十九歲 都還在憂國憂民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對韓國縣市最大的憂慮就是 他說他們現在的人 政治人物啊 他煩惱這樣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們都不知禮義廉始 我說台灣好 我哪知道 台灣也是一樣 他說我們必須要恢復禮義廉始 世界和平大統還有希望 這部分呢 我這部分呢 有影片 我請Jerry播一小段影片 那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啊 我們下次有機會 還可以再跟各位分享 韓國非常棒 但是這一段 剛好講到的是最精彩的 我們讓那個 美國信來幫大家看一下 我們桃山書院 就是說如果你們將來 有機會到訪韓國 這個地方絕對要去的 你會明白有很多共同的東西 是我們將來能夠對話的語言這樣 可能這個ipad沒辦法讀 不然我們跟李東恩爺爺 對話那段是蠻精彩的 啊這樣子 所以不行對不對 那不然等一下 我們先 好 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powerpoint 因為如果要看這個影片的話 我們就再看一小段 那等到下次有機會 大家看我們網站上 會放一些訊息的啊 那到時候會有這個 我們跟李東恩爺爺的那個 很美的一個對話 所以韓國的旅程 大概讓我們離開那個 就是離開這個地方啊 我們就開始 因為要給各位看的是這個影片 所以還是講一下 所以我們離開之後 我們到了和回村 然後這個藝術家很面熟 長得很像我們台中一個很有名的雕塑家 那他這個工作也是雕塑家 然後這個 這個先生 是我們經過他們家的路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問說 欸這附近有沒有命靶 因為我們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村落 叫和回村 然後他就說他們家就是命靶 他家就是民宿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他們家真的是一個民宿 然後他就發現我們來自台灣 他就說他去過三億面具節 然後他就是雕面具的 他就開始泡茶 帶我們去他的茶室 然後我說 英國女王 全世界元首都來了 我說那你是 他就說他是藝術家 他是做那個 他們那個地方 最有名的藝術節就是面具節 就是和回村 每一 他們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就是這個 面具節 因為他在裡面演一個和尚 所以他後來樣子就變成和尚 這是女王來 然後這個地方就六百多年 就是我們經過的那個 我們離開了陶山豬 發現是 發現說 欸他們韓國很有趣 好像我們以前看到的古代的社會 在他們現在都還是生活在其中 那這個是他們每一年會 有一個和回的這個面具節 那這個是他們的表演 李先生的動作是裡面最重要的書戲 他演這個和尚的 那這個在拼 這是他兒子這樣 那我們要講的是這個東西 在他們的這個地方 被當作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保存著這樣 然後吸引全世界來的遊客 結果我們看不到我們自己撿的片子 好像只看得到別人撿的片子對不對 是看得到那個新聞畫面嗎 不然我們不會想到那個新聞好了 讓大家看看這個很可愛的先生 這裡是金先生 被聯合國教科問組織 驗助世界遺產名錄的 韓國傳統尊莊何惠村 住著一位雕刻村莊守護神的藝術家 韓國人的祖先們 會在每座村莊立上一座雕像 希望能夠趕走疾病和妖魔 現在就跟著新唐人的鏡頭 一同走訪韓國安東的何惠村 這裡是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和惠村的入口 在木雕像的空隙間 看到一位慶如不凡的男子 他就是生活在安東和惠村 護石園的長城雕刻家近中心 而長城是韓國人祖先 樹立在村莊入口的木雕或石像 雖然已經是兩層的初秋 但是在雕刻家的熱情感染下 好像仍然身處在聖夏世界 他聽不懂對不對 聽得懂嗎 可是如果你看的時候我們拍的紀錄圈 你會聽得懂 他的韓文 很奇怪的 尤其是我們跟李東恩爺爺的對話的那一段 我覺得到後來我們其實聽 漸漸聽得懂韓文 因為韓文跟閩蘭話的那個發源是一樣的 我們閩蘭話是什麼地方發源 對 韓文是和諾的那個音很像 所以到那個 後來那個李家 李家梅川劍秋衣 這是李東恩爺爺爺念的 李家梅川劍秋衣 我們後來聽他聽 李家梅川劍秋衣 東方大樓掌風頭 咦 這個聽起來跟台語有效果 所以後來我們漸漸 我們把燈打開好了 我們就去看 就是後來發現說 韓文如果把它 把中文變成台語的時候 他聽得懂 那基本上是英文、日文跟中文 一起講 對對對 所以這位大姐很有意思 他了解到 那韓國的那個旅程 有很多的驚喜的 都在那個 即將上是那個 走入韓國之心的那本書裡面 那你只要想到那本書 是有一個瘋狂的人 在書房裡面 總共去了一次還不夠 後來第二次為了 為了覺得說他有一些迷惑的地方 他回來大概看了大概幾十萬字 把整個近代的韓國跟台灣 看完中國之間的歷史什麼什麼 都走這裡 那本書很沉重 可是呢 相信會讓你對我們自己有一點認識 對韓國更清楚一點點 你會 未來在你看待自己 看待鄰居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視野 那你放心 雖然文字很沉重 但是很有意思 我放了一些畫面 是讓你可以放輕鬆 所以那個書的版面設計就累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一個文字很沉重的 那個背後的意義 你可以把眼睛停下來 看看我們在跟那些 有趣的韓國人 雞同鴨講的過程中 產生的美好片段跟快樂的回憶 這個是很值得懷念 然後你會用另外一種角度 去看到我們的鄰居 也許跟你看到的 你印象中的韓國人完全不一樣 可是他們是我們很真實的 我們走遍了世界之後 再去認識我們的鄰居 看到的那個部分這樣 那這本書是我們最想要的 就是我們在 我們亞洲旅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有 有一點點 講的他的那個使命 希望讓大家認識的這一塊東西 那今天已經時間超過了 因為每次來弘洋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你們也很奇怪 就都沒有走這樣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的分享先到這邊 然後呢 我想我們往後還有機會再見面 然後我們陸續有一些作品 在今年有一些作品會出來 然後我這個月很莫名其妙 我會有上天送我的禮物 我兩本書 一本是我跟行進合作的韓國之行 另外是一個 我跟台灣最偉大的插畫家 合作的一本同書叫 看見彩虹的狗 狗的眼睛是色盲 他們是看不見色彩的 如果有一隻狗看見了彩虹 他應該很快樂吧 我就是那隻看見彩虹的狗 從小有點怪怪的這樣 我講了一個看見彩虹的狗的故事 然後幫我插畫這個插畫家 我認為他是台灣的人間國寶 弟弟你幾歲 你幾歲 我可以問一下嗎 他幾歲啊 小二是幾歲 八、九歲了 我們有一個小朋友在六歲的時候呢 六歲之前都很健康快樂 跟一般所有的孩子一樣 然後很會畫畫很快樂很健康 可是六歲的時候上天送給他 跟他的家人一個特別的禮物這樣 他從此再也長不大了這樣 那個孩子得了一種罕見疾病 叫做球星式肌肉萎縮症這樣 這是一個全世界沒有醫療上都沒有藥 可以解的一個疾病這樣 那個孩子不會再長大了 所以當他七歲八歲應該長得像這樣的時候 他變成在地上像蚯蚓一樣的爬 因為他身體慢慢在退化 然後他還是繼續畫畫 所以他辦過兩次的畫展 可是後來萎縮到 他的手也沒有辦法再畫畫 他在念高功的時候 他只剩下幾個手指頭還可以動 可是他去上個高中 學了autocad 學電腦繪圖 然後那個小朋友今天 下個禮拜六要過二十三歲的生日 是一個奇蹟 他活著就有奇蹟 他的身體大概跟這個弟弟一樣大 他二十三歲 然後他像肉身菩薩一樣 他只剩下兩個手指頭可以動 然後坐在輪椅 一個特別的輪椅 是跟天神對話的 羊腳四十五度C 然後他是全世界 可以跟我對話最多的人 因為即便看過我的書的人 要跟我討論全世界動物 都沒有他知道的多 因為他從小 雖然他的身體受限 但他的靈魂是自由的 所以那個邱俊瑋 他現在不是小朋友 因為二十三歲 邱俊瑋這個少年畫家 他很厲害 他可以全世界的事情都知道 然後他設計很多飛機 很多武器 然後呢 他很喜歡我的故事 因為他很喜歡狗 所以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因為他每天正常呼吸 只有六個小時 其他時候我都說 他是宇宙戰艦的艦長 他必須帶著呼吸器 所以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畫了一本繪本 一直看見慘紅的狗 我們是下禮拜六 在唐龍飯店 有一個很新書 那是一本很特別的書 是一個給小朋友看的快樂的書 然後那本書 因為俊瑋很偉大 他從來的版稅 都是捐贈給 寒間疾病機器 或是捐贈給 那後來因為他的捐贈 所以他媽媽就 頭背了一個光之一朗 專門幫助一些 身經障礙的兒童 很多自閉症 都天才畫家 他們今年帶了八個小孩 去上海畫展 經緯被很震撼 很多人收藏 就是很多天才 他們可能是自閉 或是某一種特殊的疾病 沒有辦法 還有用嘴巴畫畫的 天才的很特別的孩子 然後我們這本書很好玩 就是俊瑋當然他的版稅 就是我們這本書就公益 你知道 反稅俊瑋是捐給 高益治療 或是捐給一個 國際的愛芒基金會 有一個叫奧比斯 全是有一台飛行機 就飛機是帶那個醫生 去幫助看不見的孩子 做那個眼疾治療的 所以這本書也是蠻可愛的 就有兩本很可愛的新書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如果你想跟著我們遊韓國 或是你想看到 是一個很感人的一個故事 會有這兩本新書 那就今天 謝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 共度到十點 我們會永遠記得你們 十一月十號 光輝的十點 所以我們來拍一張大合照 十一月十號晚上十點 在紅雅書店 我們大家往中間集中 我們上次也拍過一張大合照 然後如果你手上有我們的書籍就拿走 我們等一下拍一張紀念照這樣